大家好,我是安宁 我们通过六节课学习了日语的发音 从这次开始,通过三节课学习日语的单词以及造词法 日语的单词分成音读和迅读 音读的单词是从汉语源封不动的拿来 迅读的单词是日本人自己创造的 从中国拿来的音读来自不同的朝代和不同的地区 所以音读通常有两个以上的发音 主要的发音有 在六朝时代从吴国传入的吴音 唐朝从中国的长安传入的汉音 宋朝传入的宋音也称为唐音 那为什么称为唐音呢 这个唐不是唐朝的唐 是中国本土的叶子 我们知道日本人举例的时候喜欢用数字三 三大北人 三大庭园等等 但是日本人最怕的是什么呢 有一种古老的说法就是 地震 打雷 火灾 家富 地震 打雷 火灾属于天灾人祸 而害怕家富是因为附近大人在家里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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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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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是地的音读 鸡是阵的音读 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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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 一共有三个声调 第一个声调一般都是最常用的 我们一般记住一个最常用的就可以 我们一般记住一个最常用的就可以 汉字是神 他是天家的家 是庶民的名 神的意思是在庶民之上 在普通百姓之上的就是神 那的意思是那 表示长久的长 利是成立的利 那利有成立的意思 也有名叫提叫的意思 雷是神名 神在名叫的意思 就是打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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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气预报说 明天是一个雷雨天气 怎么说呢 汉字写作雷雨 雷是雷 雷是雨 如果说下雨 雨就是雨的迅读 雨 阿 阿 阿 美 阿 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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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的意思有两个 一个是上 一个是明亮 美 是梅语的梅 阿美 天上来的梅语 就是雨 阿美 阿美 日本在五月底进入梅语季节 一般要经历一个多月 梅语季节开的花是紫阳花 或者叫做绣球花 日本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对紫阳花非常的忌讳 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历经了一千多年的武士时代 紫阳花的花瓣是四个 四片 谐音是死亡的子 很不吉利 明治维新之后才开始又被种植 紫阳花叫做阿 基 沙 尼 阿基 塞 阿基 塞 阿基 塞 火灾 在日语里叫做火事 读作 同样的发音还有家事 就是做家务事 加副是 汉字是亲父 意思是亲爹还有老头 但是一般称呼爸爸的时候要用 对外人介绍自己的爸爸妈妈的时候要用 过去我有一位不懂日语的同事说呀 说这个日本人管自己的爸妈叫做吃吃喝喝 奇奇哈哈 也算是一种谐音吧 親父 所以日本人最怕的是 所以日本人最怕的是 日本处于日本处于火山地震的地震叫做吉星 火山叫做 在不是专有名词的单词里边 山读作卓音 在专有名词里边读作轻音 火山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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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山读作 冰山读作 冰的汉语是 日语读作 日读作 专有名词富士山读作轻音 富士山是横跨 静岗县和山梨县的火火山 也是日本的最高山 海拔3776米 富士山和横跨县和山梨县 都是日本的象征 而日本的佛教圣地之一 是高野山 在河戈山县 叫做 修行的时候要吃斋饭 作为斋饭之一的 就是起源于高野山的 高野豆腐 也就是冻豆腐 叫做 在这里的 豆腐是浊化 也就是原来是一个轻音 接在其他的发音之后 变成了浊音 所以豆腐是轻音 单独读的时候 读作 我们要去看富士山的话 坐飞机到哪个城市最近呢 就是东京 东和京 在汉语里边都是以NG结尾 在日语里都是长音 不是 TOKYO 是 TOKYO 要拉长 东京 TOKYO 东京的天空树 TOKYO 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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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世界最高的塔 SKY 是英语的天空 SKY SLY 是英语的 TREE 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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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于日本的首都 东京 日本的古都之一 就是京都 京都是奈良时代之后的平安时代 也就是794年到1185年的古都 平安时代的文化被称作贵族文化 学习诗诗诗诗诗诗语等等汉文 还修建了很多的寺庙和神社 这张照片就是伊修里面的足立义满将军居住过的金格字 Kyōt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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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Kyōtō 是Kyōtō Kyōtō Kyōtō 在日本 京都人有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也是因为平安时代的贵族文化的传承 京都附近 还有西日本最大的城市大阪 也是日本的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这张照片是大阪的标志 大阪城 大阪叫做 O-S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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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O-Saka 是O-Saka O-Saka 过去有一个电影叫做《非诚勿扰》 北海道也因此被广泛地知道 北海道叫做 Hokkai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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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Hokkaido 是Hokkaido Hokkaido 日本有朝日啤酒 Asahi beer 还有北海道的札广啤酒 还有北海道的札广啤酒 札广叫做Sapporo 不是Sapporo 是Sapporo Sapp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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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r Sapporo beer Sapporo beer Sapporo beer 这张照片是炸广啤酒的啤酒工厂博物馆 Sapporo Sapporo beer 北海道有一个2008年国际首脑会议的举办地 也是日本最北边的不洞湖 就是洞节的洞 是洞野湖 日本的大学在日本国内排行分成A级到F级 A级的大学最好 F级的大学最低 但是有两个大学是S级 就是Super 超级大学 是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 都是国立大学 那还有国立大学 有大阪大学 北海道大学 都是A级大学 过去叫做帝国大学 在大学排行里都是非常靠前的 大学叫做大学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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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在这里 大学 比大学 更好读 大学 东京大学是 東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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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词 这两个词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声调需要发生变化 也就是遵循了两边低 中间高的原则 变成 就是在中间不要降下来 也就是第二个单词的发音的前面要提高 東京大学 東京大学 京都是 京都 大学是 大学 结合在一起 要变成京都大学的时候 是 京都大学 不是 京都大学 是 京都大学 京都大学 大阪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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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道大学 大学生叫做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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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生 小学生 小学生 修修修 修修修 小学生 学生是 学生 老师的汉字是先生 先生 学校的老师是 学校の先生 学校の先生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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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错音就是 加上了 读快了以后不好发音 变成的错音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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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の先生 学校の先生 公司职员的汉字是会社员 会社的意思是公司 公司职员是 我们刚才学习的都是属于职业的范畴 职业叫做 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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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方说我们填表的时候 会有姓名 住址 电话号码 职业等 姓名写作 姓氏的氏 加上名字的名 叫做氏名 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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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一般容易填表的时候 因为语气太生硬 所以平时都用作 名字 汉字写作名前 住址写作住所 读作住所 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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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号码写作 电话三号 电话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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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是 电话 电话 不是电话 也不是电话 是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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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码 号码是 电话办公 电话办公 声调保持两边低中间高 电话办公 电话办公 引 撒 引 撒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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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日本生活的话 就要刻一个姓名的张 因为日本人 认盖章 不认签字 张是判断你是谁的小东西 汉字是 判斥 判斥 那麻烦您盖章 请您盖章 日语的表达方式是 拜托您 お願いします 你不觉得读快了以后 onegai shimasu 这个ka 反而不好读 读成 onegai 会更好读 onegai shimasu onegai shimasu onegai shimasu 就有点重了 onegai shimasu onegai shimasu o 是接在名词的前面 表示礼貌和增纪 ne 是nen 念想的念的发音 表示心愿 ka 是一个柱词 在单词里面 也就是在造词法里面 表示状态 i 是一个 所以onegai 意思是一个心愿 shimasu 的意思是 做事情的做 si 是做 masu 是动词的后缀 语气礼貌 所以也叫做动词的静体 动词和形容词 有简体和静体之分 静体也叫做 musti onegai shimasu 从字面上看 就是 做心想事成之事 就是拜托 而单独使用 onegai 的时候 意思是 求救你了 求求您 仅限于亲近的人之间使用 oneg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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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ma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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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ねがい おねがい おねがいします おねがいします 日语中对不起和请问叫做すみません すみませ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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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すみ 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完结 一个是清澈 加上表示否定的ません 意思是用语言表达都表达不完心里的歉意 すみませ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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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才学了masu masu 是动词的静体 肯定的形式 也就是说masu 是动词的后缀 它代表了动词 静体 肯定 否定的形式是ません ません 是动词的后缀 静体 否定 表示停止和完结的すみ 是动词すむ 的连用形 连用形的意思是连接用语言的形式 用言就是未语 也就是连接未语的形式 而未语词里边有动词和形容词 再表示完结的すむ すむ 就是死闷 表示关闭 引申为结束 汉字是无济于事的济 而表示清 而表示清澈的すむ 的す 是在三行里 我们学过三行表示清快 那么有 清澈的清 清色的清 轻盈的清 む 是闷 或者 嗯 用力 这里的すむ 汉字写的是成 すむ すむ すみませ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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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对不起和请问 那 谢谢怎么说呢 说真的 还真是太长了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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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觉到了吗 我读的是 ござい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是这种感觉 那汉字写的是有難 我第一次到日本的时候是八十年代 坐公寄车 看它上面写着美度有难 当时吓了一跳 心想怎么这么不吉利 然后下车的时候 听着后面的人跟那个司机说呀 我可以你 我可以你 北京话的意思是我揍你 我想赶紧走吧 太可怕了 学了日语之后才知道 美度有难的意思是 每次都感谢你 我可以你的意思 是京都大阪的方言 意思是谢谢 那什么叫做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呢 arigato 是形容词 ariga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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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tai arigatai 的动词的形式 arigatai 的汉字是有 加上了难 意思是难得的 arigatai 难得的 ariga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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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觉到了吗 不是do 也不是to 是他中间的这种 暧昧的感觉 arigatai 因为日本人说的这种爆破音非常少 to 不符合它的这种和 arigatai 就是你在读这个to的时候 这个音一定要收着读 但是也不是do arigatai arigatai 这种感觉 所以学日语的这种暧昧是在发音当中的暧昧 而不是语气表达的暧昧 arigatau gozaimas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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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arigatau gozaimasu arigatau gozaimasu mozaimasu 或者叫做 arigatau gozaimasu 或者arigatau gozaimasu 但是一定要读得越 en 这种感觉 越像日语 arigatau gozaimasu 其实你把go 读成相近于go都可以 o都可以 因为你读得快 arigatau gozaimasu arigatau gozaimasu 大人大人是gozaimasu 因为听不出来是gozaimasu 还是gozaimasu arigat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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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zaimasu 但是读成arigatau gozaimasu 这就特别像是外国人读的 多练续练续 而gozaimasu 是表示有和在的 ある的敬意 arigatau gozaimasu 意思是难得的 值得感谢的 但是要注意 虽然常 如果只是说了 arigatau 是用于亲近的关系的 或者是长辈对晚辈使用的 我坐飞机的时候 有一次听到一位小伙子 对称务员说 arigatau 在语气上是不合适的 还是应该用 arigatau gozaimasu 或者你直接就说 英语的 thank you 日语叫做thank you 他读不了 thank you 所以他读的是thank you 我觉得也行 是吧 而thank you的话 写汉字写成了39 因为san叫做san 九是q thank you 也挺好的 就是保证不要失利就行 arigatau gozaimasu arigatau gozaimasu arigatau gozaimasu 关系方言的谢谢叫做 大きに 大的叫做 是副词的标志 把形容字的标志一去掉 换成副词的标志に 大きに就成了副词 意思是大大的 大大的感谢 关系地区指的是 京都、大阪、神户等地区 关东地区是以东京为中心的六个县 滋成、立木、群马、奇遇、千叶、神奈川 也可以狭义地叫做首都圈 就是以首都为中心的一圈 还有一个问候语里边 用gozaimasu的 就是早上好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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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就在名字的前面表示礼貌 はよう是早的样子 は是吐气的は 一直吐气就是在做剧烈的运动 比方说跑步 所以は在这儿表示快和早 よ是样子的样 はよう是早的样子 お就表示了您 おはよう 就是您早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您早 早上好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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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调是两边低中间高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如果只说 おはよう 一定要拉长 おはよう 同样还是用于亲近的关系之间 或者是长辈对晚辈使用 我在上面手班的时候 有学生见到我就说 おはよう 无形当中我就变成了学生 他就变成了老师 所以在日语里边 语气区分的非常的详细 其实是特别方便的 一天就知道是什么关系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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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好 叫做 こんばん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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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今晚的音读 わ 是著词 有三个意思 表示大种语 强调 强调的是状语和其他著词 还有对比 大种语强调 对比 こんばんわ 的わ 是强调 こんばん 这个时间状语 意思是 今晚您身体好吗 和省略了身体好吗 こんばん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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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就是今天您身体好吗 こんにちわ こんにちわ 漢字写作今日 こんにちわ 大家好 就是 みなさん こんにちわ 我每节课 开头说的话 みなさん こんにちわ みなさん的意思 就是 大家 み 就是人民的名 表示大家 な 就是那里的那 引申为 常 所有 みなさん 就是大家 みなさ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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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んにちわ みなさん こんにちわ みなさん こんにちわ 我下课的时候说 大家辛苦了 再见 大家辛苦了 日语叫做 お疲れ様でした お疲れ様でした お 表示礼貌和尊敬 つかれ 是动词 つかれる的 连用型 意思就是 累 疲惫 つかれ的 累 就是累的意思 つ 就是次 下等的 咖 咖 就是 砍断的 砍 る 是 留下的 留 也是 动词的 后缀 简体 刚才我们学了 静体是 ます 这里是 简体 る 表示 是常 常 疲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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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您 泪 而 様 是 样子的 样的 迅读 撒 一样都是 表示 那个 妈 是 满 sama 就是 全是 那个 引申为 那个 的 样子 他接在 人称的后面 来表示 尊敬 就像是 中文的 先生 夫人 什么的 sama 的口语 就是 さん deshita 是 desu 的 过去式 desu 意思就是 表示断定 他翻译成 是 日语是 年卓语 年卓语的 特点 有两个 一个是 有助词 还有一个就是 未语 滞后 也就是 未语 放在 句子的 最后 お疲れ 様 でした 他的原意是 您是 那位 辛苦的人 引申为 您辛苦了 お疲れ様 でした お疲れ様 でした お疲れ様 でした 声调 就是 两边 D中间 高 お疲れ様 でした お疲れ様 でした 那 再见 怎么说呢 さよなら さよなら さよ 意思是 那样 なら 它直接在 名词的后面 表示 如果 さよなら 的意思就是 如果 那样 的话 よ 就是 样子的 样的 音读 さま 是 样子的 样的 迅读 さよ 就是 多念 结合 日剧 和动漫 进行学习 祝大家 学习愉快 下次再见 お疲れ様 お疲れ様 でした さようなら 那样子的